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我看完《一鸡》这条片都挺感动的 我想除了里面的人物我很多人都会认识 除了一个小朋友之外我差不多个人都会认识 那些地方我很熟悉 我两个都会认识不同的空间 以至于藏人村里面的那间屋 或者他们的农田 我都很熟悉 因为也有参加过藏人村的运动 涉猎之前的一些铁精皇后 或者是一些重建 那我就觉得很有亲切感 是很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香港的人 香港的故事 以及在我们身边发生过 可以经历过的故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那个竹 那个 那些 种那个富贵竹在不同的地方 刚才我就觉得也都是令到很多触动的 都是 因为藏人村的那个富贵竹 我自己都在家里也有种 但是那次富贵竹的游行之后 拿回人家 这个 它代表着一种很 就是 一种精神 我觉得藏人村的精神 另外 那些竹本身 竹 最后来说是富贵之 富贵 富贵求心竹 富贵 富贵 在香港很多时候 那些人 如果是一个很表面 一种名利的富贵 其实不是我们想要的 但是富贵竹 代表了那种 就是 很多那种 那藏人村的村民 里面代表那种 他们是 一个很平静的生活 很简单的生活 很有一个人权利的社区 其实它已经住得很救生的族 但是内外 在香港 就是连一些很平静的一些 村落 其实都是 就是 要被 这个清拆 而 那个 可以周围去将这些 种在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都是代表 就是 就是 藏人村的 那个 精神 其实是可以到处地 开花 开 花结果 不知道是否结果 不过都是一种 可以发言不开的 那 就 另外 是 都很喜欢 刚才我说 很喜欢 那个 记忆的问题 记忆那个 在前蟹里面 后来打开了 那 而这个 打开 我觉得是有一种 承传 是一种 啟发和承传 就是两代人之间的 啟发和承传 就是 孙女 打烂了 偶然打烂了 那 看法上它 其实 可以放开 它的故事 香港的故事 可以重复 在上一代人里面 慢慢地散开 给很多年轻的一代 看到香港的历史 香港人和周边的关系 他们的记忆 其实这些都很重要 我想特别在香港 那么多 要去清拆 那么多 就是 被认为是 就是 旧的东西 过去的东西 那 其实很多这些 有我们的生活 记忆里面 那这些全部都是很重要的 应该多些人去 share 那这些记忆不是一些 应该收藏 或者是 好像古董那样的 其实慢慢把它拿出来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都更加發揚 但是 令到新的一代 去承接了精神 那这个其实 我觉得有些 echo到80后的 就是 如果回到 不喜欢运动里面 80后在 这个 运动里面 大演那种 主动的角色 那还有 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自己都 我自己是50后 所以 就是 跟杨慎卓同代人 那会觉得 就是 有很多 会有一个机会 其实跟他们谈一些 社会运动的东西 他们很多时候 要问我们 一些 我们70年代 搞社会运动的东西 我觉得很 就是一些 我们记得的一些东西 其实原来有兴趣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 而这些东西 对他们来说 有一个 就是 不是只是听估 那么简单 我觉得是一种 可能是一种 可以对话的一些东西 而且都看到年代的转变 其实 无论在运动的策略 以至我们的价值上的改变 其实我想 都是可以 可以 可以 体现出来的 我想好像 正如刚才Bangie 说的 那个 猴子 即是有观众问 那个猴子 我们跟那个猴子的关系 其实 都是在变紧 那个猴子对我们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原意 我想都是 就是 就是 在 这个表现上 我觉得 都是 很 很有意思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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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